另外在松原别馆有一场新舞末 进行练习的生活样貌展览 站出到2月28号 也期盼带给观者心灵上的视觉饗宴 在百年老松与古朴的历史空间里 一同探寻生活日常的实践样貌 方佩文创工作室负责任张芳于 分享促成新舞末 进行洗练的生活样貌展览的起心动念 源自观察以借古西之年的父亲张万和 长年习字的历程 其实有两位长者 就是这样会长的一个是70岁 一个是67岁 那70岁就是我的父亲 他在60岁的时候退休后 他开始接触了书法 那这10年来 其实在整个展场的作品 都是他这10年的累积 那我看到这10年他的热情不减 已经写到长股市 他还是继续写 那我觉得退休后的一个人 是如果能找到一个另外一个生活目标 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去推广跟分享 另外一位的作品是我的恩师 就是他是国立东华大学教育潜能开发学系的 饶建伟教授 那教授其实这10年来 他都在庆兴的领域 那还有就是 就是在做一个推广 那其实教授他这10年来 他自己无视自通的一个幻化的方式 就是他自己如意形献化来 去跟我们一些学生分享 一位平凡父亲在退休后找到了第二人生 有真无减的热情 同样在恩师国立东华大学 教育与潜能开发学系 退休教授饶建伟身上看见 以如意形献化 分享多年心得给予历届学生 这边就会有像书法的字体 还有老师的画 那老师的画里面 其实会用无体 是因为他当下的创作 老师会用无意来讲的意思 其实就是一种 可能是无意识的下笔 但是是有意识的去完成它 用全关的方式去做一个创作 随当下的心形 所以不会有事先的沟通 那也不会 我一定要画得像什么 就是抛开了这些居数 然后自在来去画画 那重点就是没才简单 从简单的末开始 所以这一次的展览里面 会看到有两样作品 一个是书法 一个就是画 那他们都是用墨这个媒材 当作一个媒介 所以也希望推荐给大家说 其实可能不管是退休后 或是还没退休前 我们在生活里面 都可以找到一个 自己热情的一个所在 那去对生活有一个 很远的一个目标 继续开心的生活下去 以简易的媒材墨为经 形势为伪 透过用心耐心随心进心的 四种心境交之共购 展出两位将借古希之年的长者 艺术文化的影响力 也是本展想给予观者的 一种心灵鼓舞 另外也举办 艺文体验工作坊 与生心灵工作坊 举办带给乡亲 一丝静观齐趣的视觉饗宴 这也且展出至2月28日 欢迎前往参观欣赏 接着讲帮艳华临时报导